老花一美一答 给大家出门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出门就是 猪子花整体发黄缺啥吗 这就是老师给大家念叨的黄化病 黄化病 说白了就像人的贫血症 就是营养不良导致的 主要是因为碱性高 而导致的这个猪子花不吸收营养 从而呢营养不良 黄化病 用硫酸液铁没用的 你得补充其他的 你像叶绿素的确实是煤铁铜心蛋 知道吧 它这不是一样子事 你懂了吗 所以说呢怎么办 修剪 修剪完以后用一点点的杀菌药 和繁肥水 单用流生二铁是没用的 如果是农村的猪宝有条件的话呢 剪掉以后啊 用点多菌灵脂的 你用点那个粪水 花粪池里边那个水 给它多浇几次也能浇起来 明白了吗 下个猪宝说 看看我的花这是生病了吗 是的 这个是芥鞘虫的感觉 不排除是红蜘蛛 怎么办 你给它拿出去 用水冲上面啊 冲叶子给它冲洗干净 每天冲一次连续冲几天就解决了 都不用用药 你只要够勤快就行 我用药 用药也得冲 明白了吗 冲一冲最好 下个猪宝说 郭贝族夜边发酒 什么问题 河北地区 你这养得很哇塞了 你这一百分满分的话 你起码得了九十八 你还问 老师你看这题 才得了九十八 很好 养得很哇塞 很棒 继续发羊 还卷叶怎么回事 你说你现在你媳妇啊 给你生了八个大胖小子 你家庭过得很好 你说我前女友为什么不理我 这典型的这老叶子卷卷去吧 你管他干什么 不行就剪掉 咱长新的长得好 下个猪宝 这个干尖 尖尖黄 咋回事 你用个塑料瓶养花 闷根的有点稍微粗 你可以用刀子 给它划几个小透水槽 怎么怎么理解 你看这 我们这个你看 做了几个小开槽吧 哎 让它透水 其他呢就有点缺肥 买点肥料用一用 别用多了 少用一点 别的没啥 下个猪宝 绣球都在德行了 怎么回事 跟第一个 那个猪宝花是一个毛病 黄花病 明白了吗 解决方法也一样 也是用点杀菌药和繁肥水 好吧 没了 就这么简单 有什么养花问题 都可以来问老花一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 每天会给大家分享 大量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花细载一 白了吃包